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于1990年代末先后返回北京 但与香港对中共政权不满提出抗议不同 澳门在经济文化政治上均与内地紧密联系一直保持稳定 对于北京政府而言 澳门已经成为一国两制政治制度的典范 但批评人士说澳门模式的成功更多的是一个国家的胜利 而非两种制度的胜利 澳门在各项制度上完全忠诚于北京政府 顺利快速地完成了国家安全立法 而香港政府在2003年抗议活动后 搁置了该立法 因为这可能会限制言论自由 目前澳门正在考虑与北京建立引渡安排 而正是今年香港动荡的导火索 法案已经被撤回 本月初澳门还拒绝了一些记者和商业集团负责人的入境 与香港的媒体和大学相比 澳门媒体和大学缺乏独立性 在澳门大学以政治中立为荣 学校提倡与内地相同的爱国主义 分析认为澳门的忠诚很大一部分源于 其经济上对大陆的依赖 赌博收入占澳门GDP的一半 同时占澳门政府收入的80% 而北京控制着赌台 澳门欧洲商会会长卡洛斯表示 我们的经济旨在为中国大陆提供服务 澳门的失业率多年来一直低于2% 而且政府拥有巨额的财政盈余 在过去12年间不断向公民发放现金 最新人均发放1247美元 政府和赌场还为全市9500个 包括学校养老院和艺术展览等 在内的社会团体和非政府组织提供资金 澳门人口刚刚超过60万 远远少于香港的740万人 同时澳门出生于中国大陆的人口 比例达60% 而香港不到30%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预测 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未来前景 但随着2047年临近 一国两制承诺期满 大家普遍认为中国的控制力将会加强 澳门情况则完全不同 由于受到土地和资源的限制 这座城市历来依赖外界 因此自我认同感很弱 澳门立法会民选议员苏鲁说 现实是澳门是中国的一部分 澳门人也是中国人 在上世纪90年代葡萄牙统治的最后几年 澳门暴力猖獗黑帮成员 为控制赌场进行血腥的争斗 即将离任的葡萄牙政府 未能维持公共秩序 因此当北京政府1999年恢复主权 并打击有组织犯罪时 当地人表示欢迎 在中国赌徒的刺激下 澳门赌博收入迅速提升 远远超过了美国赌城拉斯维加斯 在过去的20年中 澳门的GDP增长了8倍多 政府收入增加了60倍 同期香港的GDP和政府收入 分别仅增加了一倍和两倍 不过民众并没有平等 分享澳门高速的经济增长 同样忍受着昂贵的住房 以及公共交通和医疗基础设施的匮乏 许多香港人要求加强民主 但澳门人更加关心腐败问题 2014年 成千上万的人上街反对 被政府高级官员 设高额退休金计划的法案 几天后 该法案被撤回 运动平息 报道中 澳门一位办公室经理 接受采访时说 澳门人很温顺 即使我们不开心 我们也不会说话 我们太小太弱了 北京方面已经提出建议 要求澳门实现经济多元化 包括发展人民币计价的 证券交易所 初期以债权交易为主 澳门欧元商会会长卡罗斯先生说 仅靠我们自己 根本没有足够的能力 实现这一目标 市场分析普遍认为 在北京政府的支持下 澳门的金融服务业 有增长的空间 但最多可能成为一个 比上海规模小的 中国金融中心 不可能是真正的国际金融中心 无论如何 香港依然是国际金融中心城市 是中国大陆的增长倍增弃 而澳门既不国际 也缺乏足够大的规模 北京方面 希望让别的城市 取代麻烦的香港 并没有那么简单 以上是本期 万维追击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右下方 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